大家好我是運達投顧黃培塑 我們今天的進化波浪的教學 我們進行到第六集 第六集就是成交量對波段的一個訊息 我說它量是因 價是果 我們今天主題在這個地方 我說如果你對進化波浪有興趣的 想要把它學到精通的 你記得定位我的頻道 或加入我的Live粉絲團 上一集我們講到各波浪的特性 講到第三浪 我們現在繼續講第四浪 第四浪的特性就是說 經常都是比較複雜的形態 你常常看到第四浪常會有一些三角形 不管是外擴三角形還是收斂三角形 這個都第四浪的特性 你會發現三角形的部分 常常會出現在第四浪的部分裡面 通常會活絡到上一浪中次一四浪的範圍 這個次一四浪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個我們留待以後會來講 那浪底不會低於第一浪的頂 一式不重疊對不對 那穩健的投資人在這裡獲得了解 後製後決在這邊企圖一直要擠上車 因為想要還 一般其實還有第五浪 你要懂得下車就好了 這是第四浪的特性 第五浪呢 股市中一般第五浪的升幅 往往會小於第三浪 那期貨市場有時候會相反 常會相反 第五浪成為延伸的機會很大 那你可以觀察它的成交量 那這個第五浪擴源波有沒有 市場樂觀情緒高一切 所以二三浪這種小型股呢升幅更可觀 因為這個時候呢怎麼樣散戶買氣都還在 人家說坐鉤要刷 更鉤要刷 坐鉤要刷 更鉤要刷 第五浪擴源再擴源 擴源再擴源 來 那其實怎麼樣 在第三波被迫回補了 已經發現一個撈回本的機會 可是這時候其實主力已經慢慢 大戶都慢慢在尋找下車的機會 有時候邊拉邊出邊拉邊出有沒有 這個常常在第五波我常會發現那一種 有一些什麼 我說第五波的波形如果出現那一種 什麼 創高拉回 你看這結束他又創高又拉回 又創高那種就真正要拉回 第五波就結束 一個脈通就站高一個段落 這我之前在解盤節目裡面 常常在講到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怎麼樣 他大戶已經在尋找下車的機會了 價位在創新高可是上升力道卻大不如前 你會發現很多就背離 MACD也背離 量也背離 跟價位都背離 這是第五波的一個特性 再來我們談到像A浪的特性 A浪就是你第五波已經結束了 他A浪拉回來 這是一個短暫調整 因為一般 A波你注意 如果說以五波拉回來 你B波的話常常就只有三段式的往上 一般都不太容易再過高 比如說B波假突破 A波大概都只有三段 A波一拉回只要是五段式的拉回來 那個B波大概反彈都不太會很高 有時候就到刺激勢浪區而已 這個刺激勢浪區 我們以後的單元會特別 屁一兩個單元來講 因為這個是最重要的 刺激勢浪 回撤刺激勢浪 或刺激勢浪區 反彈到刺激勢浪區 這個下車 那就是說整個A波的話 就是你如果三段式的A波下來 那B波的時候還會過高 或是側高 來到第五波波頂 可是你有時候假突破你不要被騙 其實很多人想說還會再衝 沒有 這個就是那一種 A波的第一個A波拉回來跌幅 不會有殺傷力 它有一個B波反彈 只是說彈得高不高 完了之後 完了之後 這個是B波的特性 B波的話 聲勢就很複雜 其實在B波裡面很難賺到錢 一般B波就是讓投資人 最會賠錢的一個賣動 就是B波的結構 傳統圖形一些牛市陷阱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然後市場人士誤以為上一浪還沒結束 然後操作軟路很高 很容易賠錢這個B波浪 由於賞物多頭心態還沒有 又使得較為要上揚 未脫身的主力刀也隨身怎麼樣 又慢慢的一直出光光 這就是狼中的天堂 B波的結構狼中的天堂 如果不及時抽身難免會被斷頭 因為它緊接著來B波完就是一個西坡 這個西坡我知道西坡的特性 就跟第三浪一樣 爆炸性的一個賣動 破壞性特別強 而且它是全面性的下殺 它是全面性的下殺 破壞力很強 跟第三坡的特性很像 而且全面性下跌 這個波動怎麼樣 多方大師就已經去了 你越到後面越猛烈 一路的傾向到貨 賞戶更是逃命 所以整個有的在上一波上漲的 所獲利的全部吐光光還倒賠 有沒有 為什麼要倒賠 因為拉回它一直在加碼 想說前面已經推了一段 你都沒有看到說 它已經五大波都能推完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 我說在解盤節目裡面 一直強調說 一定要避開五波做頭的個股 而且你要注意它是小級數還大級數 如果說小級數做頭的 它拉回來有時候還要推另一個賣動 那當然你要早買一點 可是這個長線你要看得懂 至少你短線要先避開 如果是那一種周線 我說大概兩年上下那一種 五大波走的那種個股 那個都幾乎是封頂的 你拉回來找買點那都不要 除非說來到刺激上去 搶個反彈沒有問題 那個是刺激上去 我說以後的章節會講到 我們這一集先講到波浪的特性 就是ABC波 1235波ABC的特性 這輔助你來精準定位 輔助你來精準定位 那另外 成交量什麼訊息 你搭配成交量來看 成交量呢 來成交量對波浪的訊息 量是因價是果 艾瑞特用成交量來界定波浪的段落 跟對未來趨勢做出預期來推測 也是一種輔助工具 比較能夠更精準來預測 比如說你第五浪他的成交量 如果跟第三浪差不多 或超過第三浪 那第五浪可能就出現 擴展的機會就比較高 有沒有 那如果第五浪在頂部運行 那量一直在說一直在說 就暗示這一浪大概就快要結束了 準備要從頂部回落進入調整了嘛 這第五波開始結束了有沒有 還有就是通道 一般我常講的有沒有 一個脈動會是同一個軌道 那如果這個通道在第五浪的時候呢 出現大量然後整個突破那個通道 第五波就常出現擴延在擴延 人家所謂的擴延波 一般一個脈動它是在一個 一個斜率上面一個通道上面 那一個通道這邊第五波 急轉直上上去那個就擴延出去了 那你擴延出去你就避免過早去賣 少賺嘛 懂意思嗎 這個都可以從成交量來搭配 來輔助判別 好 那重點在調整期的過程當中 因為一般我常講在調整的末端 你要去找買點 因為後面還有推動 成交量跟波浪的趨勢關係如下 一般成交量下跌 通常都顯示拋收壓力見減 這沒有問題 這個重點來了 在成交量顯著的低點 往往都是跟波浪的轉類點相隨而來 一般成交量的低點 當然都是怎麼樣 伴隨來可能另外一個轉折 另外一個轉折 待會兒我舉一些例子給你看 譬如說來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最大量在哪裡 這華碩它12345坡 最大量在第三坡 我這邊綠色我重新畫一個 因為它這第三坡本來畫一個 裡面裡面有細微坡 有沒有 有一個在主底12345 你看清楚這個 這邊有一個小的12345坡 這個12345坡就是第三坡 你看它最大量就在這個地方 最大量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三之三 第三坡裡面有第三坡 有沒有那第五坡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也沒什麼擴延 就開始準備要急轉之下 你自己看華碩現在從502得到多少了 就得到這附近了 就得到這附近了 有沒有 這是2357的華碩 這很基本的應用 情交量來輔助你的判別 有沒有 那它看會不會擴延 來 見準你看這邊都沒量 這都在主底主底意義 這個一轉折這邊量整個出來 就開始主聲斷才開始推出來了 有沒有 那一推出來以後 目前有沒有 就你這樣去搭配看 搭配看這個大概這邊就擴延 這242的見準 差不多這個高點到現在都還沒過啊 已經的這是去年的 差不多這是去年的8月了啊 去年的這個地方 7月底已經見高點了 然後viport它要突破一點點 1塊半156.5 這都當下給你 這都當下的圖啊 差不多這都當下給你 不是馬後炮的 老是時候出來才畫圖 沒有這都當下的 節目中都可以呈現 你都可以去找我們當下的 那天節目的錄影帶 沒有問題的 這是241的見準有沒有 到現在有沒有過 沒有嘛 他整理很久了 已經到現在 去年8月到現在4月已經半年了 半年他就是拉回 拉回來然後刺激是上去啊 來到這一區又反彈嘛 這都可以先預告的 你自己去看他的圖 他是不是來到大概這一區 然後又反彈有沒有 這個結構242的見準 所以你把它精準定位出來 其實他後面呢 都可以依照你 精準定位的一個結構呢 持續在運行當中 而且運行很久 都會而且運行很久很久 了解意思嗎 學到精通絕對是什麼 對你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這個是241的見準 這加幣期你看從這邊開始推動 這邊整個量都沒有 突然冒出來有沒有 這個就是那種相對 整個成交量的那種 幾乎相對低都是轉折的 轉折的那個點位 半水回來都轉折 從這邊 這個地方最低是77.3 78.3推上來 這個就周線的這裡 這裡 這量能都說了有沒有 就從這裡推出來這一段 從這裡推出來這一段有沒有 這77.1是這邊的最低 起推是78.3一樣 就從這邊有量出來有沒有 這個是6197的加幣期 這都可以讓你像這個 JPPK有沒有 這邊我們那時候是不是說 這個一直都沒量沒量沒量 從這邊開始有沒有 轉折以後開始推出來 就量就出來了嘛 量就出來了嘛 有沒有 量整個量都出來了 12345波 如果你看像這12345波 玩239.5 JPK 3月7號這邊已經一個多月了 它就在這裡 239.5它已經整理很久了 你看就很標準的一個ABC 有沒有 108.5在這裡 108.5在之前都沒量 這之前都沒量 從這裡開始有一點量 開始出來有沒有 開始出來有沒有 一個小的12345波 這個都很容易抓到高點 很容易抓到高點有沒有 很容易抓到高點 所以像你看這個東西啊 材料可以這種1235 16126 很多人他一路他後來就來到760幾 就來刺一刺上去有沒有 這都當下的 頭部這個都當下見最高那天跟你提醒 因為1235我提醒一次 他很標準的5波結束 然後B穿頭假的下來更深 126跌了500多塊來到700多 有沒有這裡 這都當下的喔 頭部這都當下的圖 那你注意看他的量 增加上這裡最大 這裡最大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他擴源在第一波 他擴源在第一波 12345沒擴源 3跟5沒擴源 擴源在第一波 有沒有看到 第三波擴源 而且3-3量最大有沒有 12345波 這種結構 這是4763的一個材料K 你看他後來是這樣 這邊啦 104.5到1235 1265 7-6-1啦 7-6-1就是我說的這裡 這邊刺一刺上去 有沒有 這都 像你這個把它定調好 從這裡定調好以後就知道說 它會怎麼運行 然後ABC就怎麼走 都很清楚 然後走到哪裡都大概清楚 這裡可以講反彈嘛 有沒有 7-6-1這裡可以講反彈 就是這附近嘛 有沒有 這些結構 我說你把它學到精通 一輩子長長久久 一輩子長久久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說用成交量 然後他對波段的一個訊息 來輔助你判別 重點就是要怎麼樣 精準定位啦 輔助那麼多 把波段的每一個特性 把它讓你了解 重點就是要精準定位 那我上一集講的 那很重要一個東西 我再重複一遍 第一段的特性 慢慢主體那一種 你把第一段定好 就其他就 這樣子把它怎麼樣 順勢推下去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就可以衍生出來 12345波 1先把它確定 那個1很重要 第一波 主體的態勢那一種 我上一集有舉很多例子給你看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一個重點 就是成交量對波段的一個訊息 我說你想要把進化波段學到精通的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每個禮拜二跟禮拜五都會 都會晚上七點都會上架最新的影片 那每一集的單元都不太一樣 陸陸續續把它讓你把它學會 把它學會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或直接加入我們的Live粉絲團 小老鼠V168 勝利一路發 我們今天的教學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旗鼓傳首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喜歡我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並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或直接加入我的Live粉絲團 小老鼠V168 V168 勝利一路發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收入 言語 周圍 企宮 吃 壓力 口 我跟你 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